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嘉楊卓睿 現在來到倫敦碼倒數最後一個禮拜 我下週三即將起飛了 今天的時間是4月13號 是禮拜六的下午 那今天要來進行一個倫敦碼之前的 算是最後賽前模擬啦 對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週期到後段其實有一點點比較混亂 就是其實有幾週的時間 因為身體的狀況 可能沒有到很暗部九班的訓練 那我到這個禮拜的禮拜一 才進行了一個30K 然後我大約跑均速是4分37秒左右 那禮拜二呢 想說,欸狀況還不錯 那天剛好又有測驗賽 我就去參加了5000公尺的這個測驗 然後竟然跑出了我個人最佳成績 那天的成績是18分01秒 蠻可惜的 差一點點就可以破到5K的18分內 那禮拜三呢 我就進了算是一個小小休息 然後昨天稍微跑了大概10公里 所以今天打算讓我的身體稍微適應一下 大約18到20公里左右的這個里程 然後去適應一下 大約是破三的配速 4分15 我目前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倫敦嘛 老實說 我個人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這次是我自己需要拍攝全程的過程 那這個狀態下 其實要一直拿著GoPro跑在4分15的配速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辛苦的 當然天氣 因為現在台灣來講是比倫敦熱很多 所以我不太確定到時候的天氣狀況 會不會幫助我可以輕鬆一點 但是今天我會嘗試模擬拿著GoPro 然後自己跑4分15的配速 大概抓18到20K 如果真的很疲勞 我可能18公里就會提早停下來 那如果覺得狀況還可以 我可能會把里程堆到20公里 讓我來適應一下 這個狀態怎麼樣 但我個人 目前最差最差的狀態 就是希望倫敦馬 可能3小時4、5分內跑完 因為我也不希望我去跑倫敦馬的過程 是非常的痛苦 然後很狼狽 但是沒有辦法把很漂亮的過程記錄給大家看 所以我可能會再斟酌一下 怎麼樣的配速 就是適合我可以邊跑邊拍 然後達到最好的狀態 OK 然後今天也算是賽前最後的定裝了 我到時候的比賽鞋 今天終於把它拿出來穿 也就是 Audios Pro 3 Adidas的這雙 倫敦馬特別配色 那到時候可能也會是穿景深褲 那背心的話 倫敦馬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倫敦馬 還是六大馬 如果有跑過大家也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說 就是好像很多人會有這個 把名字就是秀在胸口這樣 然後會很多人為你加油 所以我不太確定 是不是只有倫敦馬有這樣的服務 因為我看官方其實有這個 印製活動 我就自己把衣服送去印的 所以 目前這個還不是我到時候比賽會穿的衣服 但是 實際上褲子啊 襪子鞋子 還有 裹膠補給 這些就是我到時候比賽的裝備 今天來 嘗試一下用這樣的方式 拿GoPro 18K 看看示範數可不可以完成 我們稍微動一動 那今天也算是已經5點了 希望可以不要在 天黑前完成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開始 然後待會過程當中 我可能是希望不要有太多騎腳踏車的這個 小朋友影響到我的配速 準備開始稍微動一下熱身 OK 準備手錶定位 20K 至少18公里 雖然手錶今天是叫我 要稍微恢復啦 可能這禮拜有點辛苦 把手錶幫緊 而且我今天早上還去 那個 新竹教課 一早 4點 5點就起床 我剛回來的時候稍微睡一下 希望今天可以跑得還不錯 出發 OK OK GO 穿上這個 新的 新的R60 Pro 30 雖然我上一雙 可能穿 應該100多公里而已 但穿上全新的 跟這個GASER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很興奮 很Q 穿100公里的有踏嗎 心理作用吧 感覺彈性比較好一點 但我覺得100公里跟另外一雙 我第一雙黑綠色的 可能已經200多塊300 還是有差 穿久了 會比較 中底腳感比較硬一點吧 多少會有一點差異 DK 4分06 比預期的稍微快了一點 有點太興奮 稍微僵一點 大概抓到4分10秒 到12秒差不多 心跳現在152 低公里 我這次還有一個策略 就是 我要在每一公里 換的過程 換手拿GoPro 因為其實 一直右手拿 對於我保護排到後面的時候 擺臂其實是有點影響 就是會有點帶長 肩膀 都有點聳肩 所以我今天嘗試 每公里交換 看會不會平均一點 喔 忘記了 這邊要跑上坡 跑側邊 沒關係啦 當作模擬一下 倫敦塔橋 也是上坡 嘗試調整也像呼吸 上坡的時候不要太喘 邊小步一點 第二K 第二公里 4分12秒 上坡完 心跳 152邊164 稍微調整一下 下坡道 好熱耶 英國也是潮濕的吧 還 好像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容易下雨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好深 但氣溫比台灣低很多是確定的 比賽那天我看是8到16 跟台北馬天氣可能差不多 而且它10點才起跑 好耶 台灣時間是晚上 好像是6點吧 所以大家可以 追蹤我到時候 號碼 會公開在我的 Instagram 有興趣 可能 你像追蹤我的成績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那你不要落賽喔 沒有 大家如果看我落賽 就知道我今天是想好好拍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來的計畫 期望可以達標 255以內 但因為前陣子的訓練真的有點中斷 所以 現在我覺得 有點沒信心 看看今天跑完 可不可以讓我 重捨信心 去跟上3小時列車的Faceway 而且因為這次我的參考成績 就報名資料其實算 應該還可以 我把我2小時58分的參考成績 然後預計完成是2小時50分 所以其實 我的分區起跑飛 分在藍區的第一區 就是 競技選手出發之後 就換我 我是10點01分出發 算蠻前面的 第三K 4分15秒 還在我們的預期目標 目前的心率是 157下 算在尚可接受的範圍 感覺今天狀況還不錯 第四公里 4K 4分13秒 還不錯 心率大概在158 大約大概也還可以接受的狀態 這段開始 風比較大 希望可以撐住 這個心率不要上升太快 我們目標今天是要往關渡方向跑過去 但能不能跑到關渡攻 我也不確定 大概抓9K或10K折返 5K 21分轉 第五公里 4分12秒 我覺得有差 我如果用右手拿 跟我用左手拿 跑起來的動作 有點不太一樣 左手拿覺得沒那麼協調 右手已經拿習慣了 覺得那個右手力量比較夠 可是 相對來說 就代償比較明顯 所以 還是交換啊 看看後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5公里21分 還可以喔 輕跳目前160 6K 4分08秒 第六公里 這段不小心有點超速 可能是有點順風的關係 但心率其實保持得不錯 162 還在一區的上限 二區下限 OK 目前已經跑了6.5公里 大概1 3分之1 現在的心跳 163 其實有一點點上升啊 但我覺得踢桿上 維持的沒有到很辛苦 但這種狀態是 有點一觸即發 就是 講太多話 或是跑步 太費力 上坡 心率會瞬間 爆到 可能一七幾 對我來說就有點吃力 所以我到時候比賽的策略 可能沒有辦法真的到 一直主持 但我可以先把它拍起來 回來再用配音的方式 把它畫面變得豐富一點 目前心跳 163 準備7公里 7.5K 吃果膠 4分12秒 17公里 4分12秒 先跳163下 大約29分 目標 7.5公里的時候 稍微喝水 顧及一下 第9K 4分16秒 心跳其實有點快 167 感覺熱還是有影響 不能講太多話 調整一下 9.5K了 我們已經跑到關渡宮了 今天關渡宮這裡好多人 騎車啊 散步啊 還蠻棒的 關渡宮 關渡宮 10公里就準備折返 可以 折返 OK 我們折返了 從關渡要跑回去 10K 4分11秒 42分15秒 微塵風比較大 回塵是逆風 難怪剛剛來的時候都沒有感覺有風 11K 4分16 現在心跳稍微 比較快 不太能阻止啦 目前164下 165 盡可能省力 因為回塵風比較大 跑起來是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折返的風真的是比較大一點 跑起來比較辛苦 我們目前 跑了50分鐘 心跳現在170了 回塵突然高很多 170大概是我2.5區 這樣的心跳 在10K就出現有點太早 我要盡可能跳燈休息一下 對了 先跟大家介紹 這一集的 影片乾爹 感謝我們今天的乾爹 DHRC夢想高飛跑團 這一次 DHRC夢想高飛跑團 也即將開始第二季的招生 我們的課程 會遍布在台北的田徑場 還有三峽 板橋 新莊 幾個主要很多跑者聚集的地方 都有開課的資訊 如果你剛好在台北 也想要加入跑步課程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 我們主要會分為三種課程階段 分別有 初階 中階 還有訓練營的課程 如果你想要維持運動習慣 想要一個禮拜只是上一次體育課的感覺 歡迎你加入初階跑步課程 那如果你想要目標呢 是完成一場比賽 或許是10公里 半馬 甚至想要完成一場全馬的挑戰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中階班的課程 那如果你是有成績目標想要突破 甚至希望可以達標自己某種成績的規劃 甚至達到撥馬的目標 歡迎你加入訓練營的課程 在這個訓練營課程當中 我們會安排最精實的訓練內容 來幫助大家在成績上可以獲得良好的突破 DHRC夢想高飛的課程 會是比較嚴謹、輕鬆 但是又不會讓大家有太高壓的環境來訓練 畢竟我個人覺得在訓練這一塊 還是要練得開心才有辦法練得長久 所以在這邊我們不會給大家非常高壓的環境 希望透過你自己想要訓練進步 來達到一起雙贏成長的這個目標 歡迎大家加入DHRC夢想高飛的跑步行列 現在看到影片也歡迎趕快報名加入我們喔 5月份會有跑之課程 6到8月會是我們的夏季5K、10K的訓練課程 為了年底的馬拉松做完整的賽前規劃準備 歡迎大家加入DHRC夢想高飛跑團 希望等一下右轉之後就變順風了 風好大 心跳都在170 很費力 好大 你拿他來擋車 被發現 本來想叫他不要加速 我只是想躲風一下 可能讓我 我讓他覺得壓力太大了 他給我加速離開 到時候在倫敦嘛 很多洋人都比你高 躲在洋人鎮裡面 我會躲好躲滿 溫子好多 第14公里 4分09秒 稍微有點快 但我覺得 體感上 心率算變高 可是沒有累到不行的感覺 還在試應當中 現在的心跳172 差不多就在這個 2區 2.6 2.7區 左右 是有點偏高啦 如果比賽那天那麼高 我就會減速一點 因為太早出現那麼高了 但因為今天就有20公里 所以還可以接受 好難跑啊 最後這一段 風好大 維持一樣的配速 感覺更用力 剩3K了 最後一個上坡考驗 我記得在倫敦嘛 20公里左右 也是一個上坡 就是倫敦塔橋 那邊可能會有點辛苦 上坡結束 我們剛剛已經18K了 我後來決定先停下來 因為 我覺得我的 舊傷有一點點不舒服 其實我30公里跑完 就覺得它有點緊 但是 針灸完 今天覺得一開始還可以 那我就是 嘗試性的跑到18K 我覺得 控制身體這一塊 我慢慢大概抓得到狀態 如果下禮拜一二再去針灸 然後到倫敦當地再跑一下 狀況可以的話 我當天應該就會挑戰 一樣用破山的配速 開始跟著列車 但到時候還是看實際的狀況 因為我不確定時差 或者是坐飛機會不會有影響 還有當天的天氣適不適合 主要我還是會用心率來監控我的強度 會不會太高 像今天其實後段 大概在13-14K的時候 就一直到170 對我來就已經有點太高負荷 我記得台北馬的時候 我大概是35-36K的時候 才開始到這個強度 所以 今天我覺得整體來說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信心 就是我目前的狀態 用4分15還是可以跑大概20公里 可是實際的狀況 因為這次沒有跑那麼多長距離的關係 沒有那麼有信心啦 台北馬信心可能到90% 今天的信心可能大概75-80% 有點運氣成分 所以最後兩公里 我們就環跑回去 到最後再跟大家結尾一下 OK 環跑當收潮 出發 OK 完成了 總共20公里 18K的訓練 2K的緩和 然後今天的狀況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這禮拜算真的蠻累的 禮拜一30 5K測驗 然後休息一天 慢跑一個 200公尺的短間歇 到今天20公里 我覺得整體來說有點算趕進度 因為上個禮拜我自己的時間關係 還有身體狀況 其實上禮拜 里程只有跑到週跑量30 所以整體是很不足的 那這禮拜 大家不要學我啦 就是有點突然變成75K 這禮拜跑量75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跟上週比起來是整個加倍 就是兩週平均是50 50 但是上禮拜是30 這禮拜70 我覺得這樣是有點突然量太大 但是因為 老實說就是我自己 身體狀況前陣子沒有調整得很好 所以 需要抱佛腳 不然 不是台北馬 倫敦嘛 下禮拜就要比賽了 現在倒數倫敦馬 已經倒數最後的8天 就是下禮拜的明天 就要比賽了 所以 我覺得整體來說 身體 是慢慢有恢復到 感覺比較接近目標 可以跑到破山的狀況 那 當天的 比賽我可能還是會保守一點 一出發 先跟破山配速 而且倫敦馬比較厲害的地方 是聽說3個半小時以內 每5分鐘 就有一個配速員 所以其實算是很緊密的 因為像台北馬 可能3小時 3小時15 3個半小時 就是落差比較大 倫敦馬是非常的緊密 都有配速員 當然到時候可能看身體狀況 能把3小時跟到哪 就是看到時候的狀況 那如果心跳太高 我們就提早下車 把倫敦馬很漂亮的風景 拍給各位 算是我的第一場六大馬 真的要開始了 那我覺得身體狀態 也算是逐漸調整到位 希望可以在 倫敦馬當中 如果可以高標 我自己是希望可以跑到 2小時54分以內 因為 對於我在參加 波士頓馬拉松的成績申報 會是比較有優勢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倫敦馬 倒數一個禮拜的最後訓練 接下來我會開始調整我的身體 該放鬆治療按摩的 稍微把它調整到位 然後也可以我準備行李 我大概下禮拜三 大家看到影片的今天 應該就是我 正在起飛的時刻 那實際到倫敦 我會再持續更新我的 限時動態 每天也會有 最即時的倫敦馬的reels 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我們這次的 倫敦馬六大馬 首戰之行 好啦 我是你家用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想要追蹤我倫敦馬最新資訊的話 趕緊到我的IG追蹤起來 最重要的是DHRC課程 正在熱烈報名中 這個是年底最重要的賽事 賽前的下棋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歡迎大家接下來 跟我們加入一起訓練的行列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倫敦 即時唯敦 吃 真的很 successful 吃 吃 吃